我覺得給我最大感受就是這個人物他是一個普通人,但他並不平凡 在武漢疫情期間很多人都在逆行 很多醫護工作者都在逆行 從岳濱和如药這兩個人物的角度上來講 一個他是一個逆行的一個概念 但這兩個逆行者他是不均奮戰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勇氣的事情 因為這個題材確實是他並不是一個兩極單元正好固定在某一個地方就能解決的 他還是因為他牽扯了太多的不同的交通工具 場景也特別的豐富 從不同城市的醫院到各種鄉間小路 我覺得這點確實是我們這個單元拍攝比較困難的一點 想要一些布置的東西 帳篷的那些布一些 然後你往後做點延伸 對吧 帶著這幾木舌子這台子 這個像不一樣的 在裡面調教的東西 好漂亮 這個這麼鮮 他這正常情況下也不是豆量的 因為我們這部戲其實要體現的是真實感 拍這部戲其實是要拼演技的吧 我覺得大家 就是為什麼要說要拼演技的 因為我們可能80%的戲都是要戴著口罩 所以可能面部的表情什麼的 是只能用眼睛給觀眾們感受的 我看了哈戲會哈到這個 我希望大家能夠看到月兵這樣的一個 有責任心有使勁感的 這樣的一個大愛的人 我們這個單元的故事也是本身 它都是在路上的一些 兩位名劇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已經把這種 戲劇感的東西在整個劇作結構上 已經做到足夠了 所以我想在影像風格上面 去靠近那種既視感的東西 在形式上能夠讓觀眾有 這種神明其境的這種感受吧 這次飾演的是 在上海進行進修的一個 武漢的呼吸科的醫生 然後當疫情來臨之後 他就勇敢地無畏地走上了一條逆行的路 回武漢去援助 為了 別想那麼多了 安心在這上去學習吧 好 您就走您的 這也就行了 好 這也就行了 明白了 我把那些 我不樂怪 往全力支給你回去了 不過 紅主任 希望你留在上海 為了 疫情一排 第一線醫生就是疫情 萬一我們全力去打擊 還只能去出現 他現在是把你打破 全部保護起來 保護 我們的工作不就是保護別人嗎 對於醫生來說 出現這種事兒 首先全國各地的醫生都在前往武漢去援助 去抗議 首先我覺得對於 越冰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醫生 這對於他自己來說 我覺得 有這種緊迫感是應該的 而且在看到他的親師兄 他父親都已經沒了的情況下 他還在前線這樣的努力的工作 以及看到他70歲的老師 連手術之後線都沒拆 還在前面抗議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激發他 要趕快回到武漢的一個過程吧 叮叮叮叮叮 笑一下 叮叮叮 我覺得行 好 我覺得你看你是怎麼說服 你說說出來也行 說什麼我都要回武漢 你就自己說也行 甚至於我都不說 你不早 待會咱直接接外面的電梯 你衝出來 師兄 我是沒辦法了 你想幫忙管管吧 這電梯讓病人全都給坐了 屋子全靠人搬 人手不夠 老頭非得也要幫忙 我不跟你說了 我先忙了啊 不行 說什麼我都得回去 我沒有想到 第一次飾演醫生 就是演這麼特殊的一個醫生 我沒有想到 而且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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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期 可以對於大家來說 可以對於大家來說 非常有力量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吧 我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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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毅 他是武漢金口的一個 衛生院的檢驗科醫生 他作為一個醫生 是非常有責任感的 而且他很 很堅毅 也很善良 通行證給你開會兒 趕緊出發吧 走吧 我陪你騎 對 爸陪你騎一段 然後你和媽就往前走 你和媽往前走 我過來說 你別陪我了 就是這一個扭頭走 你開了閘以後 開了閘以後 扭頭走 是覺得自己 就真的是要不能走 聽到後面 這匡湯一攬 誇塌一攬 這一攬 對你來說 可就不一般了 一下 就不行了 趕緊你的皮上就走 辛苦 你慢一點 慢點 是安全的 你慢一點 我覺得是他性格的一個必然結果 他作為一個醫生是非常有責任感的 那麼作為榮譽他這個人 他是非常善良的 一個是陳阿婆 就是他服務的這個社區的一個老人 需要他的幫助 就是可能確診了這個病 然後還有一個是他的同事 他們衛生院那邊忙得不可開交 他覺得我應該去幫忙 大概還沒想到 誰比較喜歡的 同行 還是同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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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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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小油桃出现了之后 可能对于阅兵来说她有个升华 我死罪了 不是小孩子是大孩子了 董事你不能去 你刚刚说到哪儿 总之你不能去 你又不是我爸的我路面要通过 对 你打我一下 你又不是我爸的我路面要通过 你回来 你俩动作得做大 总之你不能去 你又不是我爸的我路面要通过 回来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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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帮我帮我 连阅兵可能更加地看重结果吧 那其实容易会觉得说 过程和结果同样地重要 小姚桃和在武汉的病人 对于她来说都是需要帮助的 那么我已经遇到小姚桃了 我觉得尽我所能 我就要先去帮助她 这是她觉得的一个 医生救死扶伤的一个理念吧 月宾 你说在你的哲学里 结果比过程重要 我虽然没有什么哲学吧 但是我觉得 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 尤其是对病人 妈妈 我害怕 我害怕 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好 好 谢谢你 照片 谢谢你 照片 好 对于阅兵来说 她被小姚桃的这种感动 总的一天一夜的这种感动 然後用這種救助他爸媽的方式去完成小樓桃的主婦 我覺得這方面挺感動的 我自己覺得最感動最難忘的一場戲就是 我和榮毅騎著那個小電驢 到達武漢的那個收費站的那個瞬間吧 你那個警察包括那個五個騎摩托車的嗎 包括 先說這個最主要的這個車流啊 就是說五輛摩托車開道一個箭頭撞 後面跟五輛這個大巴 大巴完了後面跟一輛那個叫醫療物資資源車 就是個白色香港的車 然後後面的就是德邦的五輛那個贊助的車 在後面兩輛運菜的車 反正車流的結構就是這樣的 這車這麼多 咱們可能還是給我們這樣 就像那種開道車子的在我們前面一樣 好的好的 真穿過的時候他們必須得往後讓 對 連兩邊都得包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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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帶關係的地方 對 到了武漢過收費站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池圓武漢的大巴車一輛一輛從我們身邊飛駛而過 那個時候就覺得特別的驕傲而且特別感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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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